阿格纽医生的临床课 这是1889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的外科 以及接剖学教授阿格纽医生退休时 学生为了感谢他 请当时著名的画家托马斯爱静创作的 画中的场景是真实的手术场景 怀源一百多年前的外科手术的真实情况 画中的人物都是却有此人 当时的手术是学院型的剧场形式 这是文艺复兴时留下的古老传统 画中的层次分明 阿格纽医生手握手术 导致那沉稳的跟学生们讲解手术 另外三个医生分别忙于麻醉 包扎和测量脉搏 这是一台乳腺手术 从画作中可以发现 现场的医生胡适都算着白跑 显示在当时已经有了初步的无菌观念 医药卫生有大幅的改善 另外画作中出现的女性医护人员也值得注意 表现出当时女性正在成为医疗体系中的中间分子 这样一幅厉害的画作在完成时 当时艺术界对她的评价却充满了争议 原因是因为画中的病人裸露胸部被一群男人围观 虽然都是医生 但是这幅画在当时还是受到了很大的抵制